第二階段來賓 印象藝術總監 歐士豪先生 虎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白世民教授 虎大哥好 各位觀眾好 台北教育大學美術系教授 謝鴻達教授 大家好 我們三位都是在美術 美術史 不管是在做 這個策展 或者研究教學推廣 都是我們國內的 非常傑出的美術 以及美術史學者 歷史記憶 以及文化再現 包括美術 美術史的建構 是捍衛台灣主權独立的最前線 這是我們歷史教育文化公民的 話語權的重新建構 我要強到這一點 美術史 台灣的美術史 從來就是正如謝禮寶教授說的 也擔任過 台師大美術系教授的謝禮寶說 台灣的美術家 就是台灣美術運動史 這運動就是建構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建構說我就是台灣人 我就是台灣美術家 有別於其他日本 中國或美國或法國建構自己的主體性 所以回到這裡 為什麼我在政論節目要談美術呢 為什麼要談藝術呢 政治是暫時的 文化是永久的 政治過眼雲煙 稀稀實實 但是美術史 正如我們上週舞台 陳成波先生 你看他的style 他的風格還在 歷久彌新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國家認同特別建構 公民社會文藝復興 我們今天其實這文藝復興 拉丁字或義大利字就是重生 但我會說重頭生 從頭開始生活 美好生活 有一部俄羅斯革命的電影 英國人拍照 吉瓦克醫師 吉瓦克醫生 就是生命 就是美好的意思 都有他的各種不同的內涵 所以美術 就是豐富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活 每週三 每週五 持續推動台灣文藝復興 我們今天特別介紹我們的前輩 我們是最偉大的美術家系列的 另外一位 李慈喬先生 我們就請歐斯革總監來破題 來大家介紹 謝謝胡大哥 在我印象中 李慈喬是一位沉默寡言的長者 他時常點起一根煙 獨自的思考藝術創作的本質 以及他的未來 在他筆下 往往最難創作的人物 卻成為他筷製人口的社會群像系列 有如畫廠上的白米跑者 為歷史見證了一個美好的台灣美術年代 李慈喬本身不是一位天才型的藝術家 但是 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藝術創作者 他從求學開始 一直拚命到和尚眼睛的最後一刻 他都提著畫筆 他往年曾說 他一生中最佩服的藝術家是誰 是他自己 這不只是藝術家來自於自己的致富 而是他一輩子堅持藝術繪畫的初心 以及真誠 他認為藝術創作反映的是一個社會的現象 應該要和大眾結合 這樣的繪畫才有意義 畫家不只是表達自我 而是記錄了整個社會的變遷以及建設 透過藝術家李慈喬的畫筆 讓我們看到了時代轉輪下 所遺留下來的時代痕跡 今天為什麼特別邀請兩位教授學者 你也利用這個機會 他們說是我們國內呵呵有名的美術史 以及台灣美術史的建構者 是不是簡單介紹一下市民跟宏達兩位教授給大家 先請這個事好總監介紹好嗎 為什麼邀請他們來 很高興邀請白世民教授 對於李慈喬前輩藝術家發表這樣的一個談論 白老師 剛在新北市文化局策劃 李慈喬老師的120週年展 這個展覽也是新北市政府對於前輩藝術家李慈喬的一個繪畫的一個美術貢獻 而謝龍達教授本身是李慈喬的高圖 在他的繪畫裡面也忠實的呈現李慈喬在於繪畫的創作的一個堅持以及初心 那透過謝龍達教授的談論我們更能瞭解李慈喬他生前的師生情意以及他對於畫坦的一些貢獻 好我們就請白世民教授我們看到是你目前正在策展 我特別把他的邀請因為他也送給我 就是請大家看這是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這個生命的旋律的李慈喬先生的個展 我剛剛譬如這是這個個展的一個片段 是不是請白世民教授來介紹為什麼這一次特別透過這個 我看這個這是給大家的邀請函 生命的旋律新北市政府所舉辦在哪裡舉辦 為什麼要策展這一次李慈喬先生的展覽 白教授 非常謝謝胡大哥給我這個機會來為這個特展 跟各位觀眾來做一個特別介紹 那今年大概是李慈喬先生這個120歲的這樣的一種一個誕辰 所以我們特別規劃這樣的一個紀念大展 那麼來重新審視他的豐富的一生還有就是他經歷的一個兩段的一種不同的時代 那麼他在藝術創作上面到底留下了什麼樣的軌跡 那麼這個展覽的事實上是新北市文化局 事實上為了大概三年後 要這個這個等於說是開開開館 就是新北市美術館要開館的一個前奏曲 那麼紀兩年前的李梅樹大展之後的一個接力展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上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透過這個過去的歷史的重新的梳理 對這些前輩藝術家在座更完整更詳細的一種這個展覽的規劃 特別是他們從戰前到戰後歷經一個非常複雜而苦難的一個時代 那麼李時橋老師他是一個應該說特別帶有爭議感的一位知識藝術家 所以他在作品裡面其實表達或隱藏了很多他對政治社會 這個種種的議題的一種關心 所以其實他是這個前輩藝術家當中 他的社會性或是社會觀照最豐富或是最重要的一位藝術家 那這次的展覽事實上有很多不同層面的意義 那麼透過重新的一個歷史的一種關照 那麼作品的一種分析 來呼應我們文化部政部長提出了重構台灣美術史這樣的一種大型計畫及目的 好請教白世銘教授李時橋先生的這個策展生命的旋律是在哪個地方展出 請這個展覽是在新北市議文中心就是板橋的莊敬路在這個市議會的正後方 好我看到新北市新北市長 侯友宜市長以及這個蔡嘉芬這個局長文化解釋的時候我們去過去節目的常客 讓你陪著他們了 談談這一次的你自己策展有什麼感想 表示這個市長跟局長跟你們的美術界大家共同做這個合作計畫 你有什麼感想 是 我覺得地方政府願意花那麼大的財力還有人力跟資源來籌辦當地的就新北市的前輩藝術家這個是意義非常重大 事實上這個展覽也呼應大概幾年前開始就是新北市在梳理他們的地方美術史的一種脈絡 在這樣的一個研究計畫田野調查計畫的一個基礎下 那麼來重新瞭解或是建構這個地方藝術家 其實李斯喬老師不叫做地方藝術家是說從地方的角度來梳理他的一個整個時代的重要意義 那這個展覽事實上是在這樣的一個研究基礎下 更能夠以一個比較清晰的歷史脈絡還有就是藝術的觀點來呼應我們剛剛提到的重構台灣美術史的這樣的一個時代的目標 好 我這個節目絕對超黨派的 我這邊要肯定新北市長侯友宜市長以及文化局長蔡嘉雯局長以及白世民教授 包括我們今天的不管社豪兄或宏達教授 他們共同建構李慈喬先生我們前輩 我們介紹太多了 楊三郎 李梅樹 陳陳波 包括洪瑞林 包括彭瑞林 包括李火箴 張靖等非常非常多 美術攝影家我們都足以介紹我們重新建構我們自己的美術史 正如林懷民先生說的我們台灣人需要建構新的台灣人的美觀美學觀美學 我覺得這個建議非常我們這個節目就建構重新建構台灣人的美學意識美學思想美感的哲學 謝龍達教授除了在台北教育大學任教以外 他也是李慈喬先生 他的所謂的師俗 他的工作坊 而且聽說是非常嚴格 非常甚至嚴苛到極點 嚴師出高徒 所以你以他的土地的興奮 來 請你介紹你的先輩你的老師 李九角 台灣人要怎麼說 李九角 李九角先生 來 蓋小烈老師 好 要談我的老師李四橋先生之前 我在這裡的 藉這個機會 我要向我的老師 這個表示敬意 這是一位 影響我一生非常深遠的一個長者 那我先談一下這個 他跟學生之間的狀況 李老師在這個師範大學美術系 有课 那他的课是在大三才有 可是我大二的时候 就到他的画室去学画了 那他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他一向是沉默寡言 木纳行的一个老师 而且因为他的国语不是很灵光 因为他受日式教育的 我看他的国语应该是 台湾官府以后才学的吧 然后他有时候会词不达意 就是讲话的时候 他要讲什么东西呢 有时候会讲出来那个词 学生听不是很懂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说要充当翻译 因为我在他画室里面 私底下跟他学很久 所以他大概讲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听得懂 所以我 这个意义是什么 他就常常会讲 不不不 他用国语讲 他国语讲的时候 他国语讲的时候 这个词事实上 跟他讲那个词 意思不是一样 他是另外一个意思 可是同学听了 这什么 我就必须要翻译一下说 老师是说 这样这样这样 以前我一个老师 杨云平教授 台湾史球员学者 他讲话也是 没有人听懂 比如说踢足球 他叹叹叹叹叹叹 下面很多人听不懂 他把日语台语 跟北京语码混合 应该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国语的智慧 可能有限 所以他必须用 很有限的智慧 去表达他的意思 有时候会 会词不达意 所以有时候 我必须要做这种漫娱 还有就是说 李老师是一个 非常严谨的画家 他在绘画画面上 那种严谨的追求 我相信 台湾应该是第一把 那我有信 为什么说第一把 严格 严谨度 严谨度 他对一个画面里面的 比如说构图 色彩 明度 空间 等等等等的 他都长期在那边钻研 然后心无旁骛 他就是钻研在那里 那跟他同辈的那些 也算是前辈画家们 画的东西可能就 比较怎么讲 比较亲人一点 比较好像大家都看得懂 这是人物 这是风景 这是什么东西 可是李之桥画的东西 他就 有时候就很难懂 这是抽象的 或者怎么样 那他画这个东西 可不是 好像是符合潮流 他不是 他是 他是浅心去钻研 这个颜色在这里 好不好 会不会太大 会不会太小 会不会太左边 太右边 这个线条 他非常用心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他上课的时候 讲那些重视的那些画 那些画术 那个地方 学生大部分是听不懂的 我是他师祖的学生 所以我听得懂他讲什么 所以 大理上 我们同学们只是尊敬他说 这是前辈画家 非常的成功 非常有名 大家很尊敬他 可是对他上课的讲什么 可能大部分同学是不胜寥寥这样子 好像是这种状况 可是李老师有一点很值得我们称赞的是说 他对学生非常有耐心 我记得我大四毕业制作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毕业制作的时候 要画大画 都很大 那学校教室是装不下的 没有那么多人同时要画大画都装不下 所以很多同学都在家里自己画 在家里自己画这样 那你老师要指导怎么指导 那怎么办呢 就我们故意辆计程车 请李老师上车 然后同学的家里或画师 就一站一站这样去看 去看同学的画 那老师就下车 给他指导 然后再指导完了再上车 再继续往下一站这样 非常有耐心 那我是在大二上的时候 经由同学介绍 进入李老师的画师 那一去真的是晴天霹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零开始学起 我等于是我已经四大美术系 大二的学生了 当时四大美术系也不是那么好考的 我有幸考进去 都第一次业 考进四大美术系 可是我进他的画是从零开始 那个心灵的冲击 在归零了 归零 重新打起 等于是前面学的都不算 这个是很大的震撼 那我也忍住 就这样子学 那从最基本的石膏 像维拉斯画起 那他的那个基本功 一板一眼 很枯燥 但是有点忍耐 那李老师 因为他在日本受的是很严格 这种学院的训练 所以说他在教我们的时候 当然那也是一时不够 那他很少 他不会跟你随便聊天 就是有话 要教你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一讲 那平常也没什么 跟你有什么交谈这样子 所以一般人对他总是 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子 那我这忍耐了 大概有一学期吧 就是画那很基本的东西 我想说我要学功夫 我就要忍耐 就这样子 我一个礼拜平常是 一三五或二十六 一个礼拜去三天 晚上去他家 从七点钟画到十点钟 那寒暑假 我是天天去 因为我觉得说 哎呀 这个时间宝贵 要多跟老师学一点 我天天去 那就这样子学了两年下来 后来我跟他混熟了 混熟了之后 一方面我也是很好问 我就常常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是坐在他的身边 就是发问 谈这个谈那个 那因为他不善言词 所以有时候 我听不懂这什么意思 或者说他的答案 不是我想要的 可是我也不敢说 好像好像在逼问什么 一直问下去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暂时就摆着 就谈别的事情 那过一个礼拜 或过一阵子之后呢 我又问类似的问题 从另外一种角度 或者换另外一种话语 去问他这样子 就是各种角度 旁敲册的去问出来 到最后讲出来 我大概知道 你大概讲什么意思 我觉得李老师让我尊敬是 他不只是在这个话译上面 对我影响很深远 他是一个对我的这个 这个人生的方向 或者是人格的感召 也是非常的深远 等一下我们再来 请你来深入探讨 他的绘画美术史 背后的一个思想意涵 但是想来的 你就完全记得他那个精神 那个坚毅 坚持 决心 也就是一身玄命 那种达人精神 我再回来请教这个四豪兄 因为你也是把 我们把李慈乔放在 我到意大利的佛罗伦寺的时候 在佛罗伦寺的美术馆前面 一排重要人物 第一位就淡定 米开兰基罗 达文西 拉菲尔 你看 如果文艺复兴时代 他们给他设雕像 我这个节目是不是应该 至少从这个话语前开始 给他们设雕像 我们今天谈李慈乔先生 我们上礼拜 谈陈仁波先生 上一次谈林玉山先生 谈过李梅树先生 谈过杨沙南先生 请问 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 此时不做何时做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 是没有未来的 一个没有美学观念的 人民跟国家 请问发大财意义何在 我们要的是 价值跟信仰 背后的美术美学思想 你看我刚刚几乎画 都非常优美 我再回来请教这个四号兄 有人说 李时桥先生是画家中的画家 画坛的万米长袍者 他甚至成立个人工作室 叫做李时桥画室 也就是刚刚宏达老师说的 诗俗了 他最后把他四百张画 捐出来 成立李时桥先生 美术馆 我来引诱 李时桥先生的话 请你评论 也顺便介绍他 跟他的画作 李时桥先生说 艺术家如果不用心的话 等于宣布死亡 从事艺术创作 就好比是参加赛跑 还没有抵达终点时 是不知道胜负的 从哪一天开始 我一直在冲刺 哪一天开始 我就每天冲刺 每天跑 他就是阿甘 阿甘一直跑 一直跑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世豪 世民跟宏达 跟着阿甘后面 跟着石桥老师一直跑 对不对 这个比意识嘛 所以里面才跑万米 跑马拉松 人生犹如跑马拉松 继续跑下去 来 世豪 请你解析 在画廊里面 怎么重新建构 怎么策展 这个石桥前辈的画作 谢谢胡大哥 刚刚引用李时桥老师 所提到的这句话 其实李时桥老师 在晚年的时候 就曾对我叔叔 欧贤郑先生讲过 他说 其实我买在家 每一年度 我告诉李上 就是 以后的人 过十年 过二十年 拿出来看 没见效 没拍摄 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 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于自己绘画的一个 坚持的一个程度 李时桥是前辈艺术家 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在他长达七十年的创作当中 他的信念坚持不移 而且他也是所有前辈艺术家当中 绘画风格最多变的一位艺术家 在他的身上 看到时代在进步 画风在转变 有一句话在李时桥身上最为贴切 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 因为坚持的人并不多 李时桥早年 他的绘画以人物为主 那这样的人物绘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画的画作像包括田园乐或者是建设 这样的作品当中 他是以关怀社会 然后记录了社会进步的画风 而到了武林跟七零年代的时候 他的绘画风格批变 开始创作一系列 比较属于立体派 带有抽象意涵的月光系列 到了晚年 九零年代 他又回归到了写实主义 运用非常高采绚丽的绘画风格 记录了社会一系列的活动 当然当时台湾的经济已经起飞了 所以人们开始有一些野外 或者是一些郊区的一些活动 那李慈乔老师透过他的相机记录生活 像这个碧檀桥 这支老师在晚年的时候作品 我叔叔欧贤正先生 回忆起李慈乔老师 当时大概在1990到93年期间 我叔叔几乎每一周 都到李慈乔老师巴德路上的工作是两次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 老师身体行动不便 那时候画室在二楼 而师母长期卧病在床 那时候我婶婶就会煮鲜鱼汤 然后带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给李慈乔老师吃 并且帮老师的画作 老师那时候会绘画一些镜物 帮他的镜物做摆饰插上鲜花 那这些也都成了李慈乔会画笔下筷子人口的作品 那也记录了一个时代 好 白世民教授如史勤隆 这个李慈乔先生 因为这个白教授在师大美术系正在建构 台湾美术史的一个重新建构 有话语权 重新诠释 当然我们一百年来 今年可以说是1919年台湾民族自决 因为受到威尔逊总统民族自决影响 一百年前也受到大致民族影响 所以一百年来台湾有各种不同运动 有台湾文化协会 有工农组织 也有台湾民众党 也有这些美术家的运动 李慈乔先生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洪流里面 建了他做一个台湾美术家 或是台湾美术史运动者的他的公民责任 我特别请教师明教授 你如此的给你从美术史的观点来给他建构 就是你这样说 李慈乔先生是台日观展 常胜军跟早费的天才 第一 第二 你说他的艺术跟社会的关系 是或显或隐的社会协施吗 第三 你认为他的美术跟文化 具有民主主义的内涵的现代文化 为什么你用这三个观点切入 来重新诠释李慈乔前辈呢 请 谢谢胡大哥 我们今天重新回顾李慈乔先生的 一辈子的一个创作历程 我想刚刚那三个阶段 刚好可以来很充分的 来凸显他在台湾艺术史上的一些重要的贡献 跟他的一个艺术特色 首先呢 事实上他在这个台北师范的时候 受到石川清一郎先生的启蒙 他在五年级的时候 就以这一张这个台北桥 获得第一回台展的入选 那我们可以看到 乍看之下呢 一看好像是他的老师的 这个作品 几乎是能够把 几乎能够把他的老师的一种 外观派或者是印象派的一种风景描绘 画的这个丝丝入扣 那反映我们1920年代台北桥 这种繁盛的一种经济状况 那么他一开始事实上是学习这种 外观派或印象派的一种风景 那么后来他非常想要随着他的前辈们 进入到东京美术学校 然后呢 后来他经过两次的失败 终于考上东京美术学校 跟随着钢田三囊柱 几村方松等多位名师的 这个在他们的指导下 他的艺术成就更加的提升了 所以呢 在事实上从1927年到台展 道府展的十几年间 他其实他几乎南瓜了所有的 他不只是入选 几乎南瓜了所有重要的奖项 包括特选 包括免审查 包括这个台日赏 朝日赏或者是台展赏等等 那么这样的亮眼的成绩 事实上在前辈艺术家当中相当少见 他跟在1933年以林本园家的庭园 入选了第十四回的地展 那么开启他连续 几年入选的这样的一种机运 那么他也成为第一位 那个地展系统棉审查的台籍画家 所以我觉得在战前他这么标秉的 这么丰富的一种艺术的成就 或是荣誉呢 刚好可以反映出 他这种艺术家的一种性格 以及他追求艺术的一种浓烈的 一种兴趣跟理想 那么在大概1944年 他回到台湾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那么他回到台湾之后 一下子之间好像政局变色 那么他本来先回到雾峰 后来在1946年来到台北 那么眼见当时候的台北政局 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 所以他就画出了像市场口建设 种种之类之后还有像大将军逃难 这种非常具有政治 大将军逃难不是影射 蒋介石吗 是那是都已经1960年代了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 这个显跟影的问题 事实上是他一个很重要的 一种艺术的一种手法跟特征 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1940年代 它是比较显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市场口 这一类的作品 事实上是比较显的 就是把当时候他看到 社会上的一种阶级不公 然后贫富差距 种种的一种社会现象 把它直接的表露出来 其实建设也是如此 后来可能因为228或者是政治压抑的关系 他就把很多 他对政治上的一种不满 或者是说对民众的一种处境的一种关心 然后把它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合唱 然后市场口 那么一直到建设 那么到蒋介石这个出来 这样画得好像 其实那个时候画这样的图像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 真的吗 动辄得救 那他有公开吗 那个时候事实上有公开的 但事实上没有说这是蒋介石 那很像桌边你演的大独裁者 也是这样子 对 这是用一种比较讽刺的方法去描绘的 我也看很像蒋介石 现在有点像韩国瑜也蛮像的 刚好是光头 是但是他当时候就笑称这个是希特勒 好像是免除了他的灾难 那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年画的这个逃难 其实到60年代的时候画这个逃难 好像大家不能理解 也就是说到底台湾人要逃到哪里去 还是说他个人的家族要逃到哪里去 那么距离228事件事实上也经过了十几二十年 但白色恐怖还在 所以他逃去哪里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张画刚好是可以说出来一种从这个显倒影的一种历程 也就是说之前他对社会的关怀社会的一种问题的一种披露 他是用直接的方法表达比如说市场口或建设等等的 比如说国民党政府可能为了要反攻复国 所以建立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风中楼阁 或是海市盛楼般的白塔 在那张画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一种比较隐喻 并没有直接影射谁 而且之后他在很多那个抽象化的作品 就是立体派的作品里面 事实上还是持续的这种社会批判的议题 白色恐怖教授因为我知道你准备非常大的画作 是不是逐一把他介绍 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介绍完好吗 让大家来来 然后你一边一边介绍一边解析情 来 继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比较属于变形人物的 当然这个要表达百姓 大众的一种愁苦 生活上的愁苦 那么可以更加的清楚的表达出 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怀 种种的问题 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艺术 前辈艺术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当然他也画了很多像这样的肖像画 但是比如说他在画这种写实的肖像画 是来自于东美的训练 但是这种肖像画其实陪伴了他一辈子 也就是说在写实跟抽象之间 他是两方面都在进行一种艺术史的建构 那么这种写实的人像 我们可以说是他维持了一种学院古典的传统 那么比较没有那种激进的一种对社会的一种批判 或者是一种问题的探讨 那也等于说是持续在这个险跟影之间 做一种双方向的一种探讨 那另外刚刚欧总监也有提到 他比较后来的探讨当中 又重新走出这个社会 比如说到很多游乐场去 或者是说到很多这个观光景点去 又重新观看这个社会 好像他也慢慢的能够从一种黑暗的深渊 然后走出来去面向变动中的台湾 特别是在经济更为发达的80年代之后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他到山林原野 很多观光圣地 或是到这个海滨碧潭 这样的一个游乐区去观看社会大众 一种生活的一种现象 成为他的社会写实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 然后还有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 在人物风景之外 这个花瓶或是这个花卉 是他很重要的一种主题 那么一开始事实上是一个学院训练必要的主题 但事实上这个有 后来对他来讲有一种 好像对于这个台湾人或台湾这块母亲土地的一种旗柱的一种意义 那么特别从平花一直到花园 花圃 我觉得这个意义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也就是他觉得应该 这个世界应该是长满了鲜花 长满了利益盎然这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其实他开始在从一种比较黑暗的深渊 走向阳光 走向一种光明的社会的这一种讨论 那在抽象化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开始事实上是一种非常前卫的艺术风格 比如说来自于像是立体派的一种种种的分割画面的方式 那刚开始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一种 好像社会的意涵 但是他逐渐就开始 比如说从一个室内的绘画一直到室外 其实就开始有更多的意涵 比如说这张是天眼 这好像是在讨论 比如说人在做天在看 但是事实上是把很多他的经历 事实上隐含在这张画的后面 对于社会有一种 对于社会的关照跟这种社会上的一种是非 等等的问题做了一个转化 好 你翻作人在做天在看 我是想到乔治欧威尔的小说 1984老大哥正看着你 现在华为正在研发那个人命辨识系统 应该是看你怎么解读了 真的是老大哥正看着你 表示一个艺术家他说前卫可以看到未来 这是我希望大家如果你要了解李慈侨先生的他的群集 这本是李慈侨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展 同时我也邀请大家 目前已经开始请看 李慈侨先生纪念特展 已经从6月15号开幕了 就是在新北市艺文中心第一展览室 也就是已经在这个展出 我希望大家能够直接 你就Google李慈侨先生 以及新北市文化局的相关活动 我多次在节目引用这个YSL 就是Lorent 这位法国最潮的一个流行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他讲一句话 Fashion's fate Style is eternal 潮流啊 那什么时潮啊 时尚会退潮的 但是那个风格啊 那style是永久的 我们看看李慈侨先生 不管他画的心电啦 心电锡啦 心电吊桥啦 或者镜物啦 或包括大独裁者 或是老大哥正看着你 完全那个风格犹在 就像上礼拜 我们谈的陈仁波先生 正如一个月前 我们谈的陈仁山先生一模一样 为什么 我就要请教他的遗传地址 这宏达教授是显然的 时潮前辈他的特色 他的风格 他的时代性 历久明星 与时俱进 能来以今天 我们今天事实上在进行 现在与过去之巅 李时潮先生的对话而已 不是吗 来请你介绍他的风格 他的style 请 好 刚才那个胡大哥所提到的 那个李老师的一些做法 我觉得 综合这样 他一生的作品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说 李老师 他是这个 很真诚在艺术创作上 他是 很诚实地在表现 他自己 所谓自己就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周遭 从早年比如说这个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他画的一些作品 很有社会议题的 大建设啦 市场口啦 或是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说 画生活上的东西现象 那个是一个艺术家的 对社会的一种感受 表达出来 然后进而呢 他到了大概 我那时候在他画式学画的时候 他正在进行他抽象画的 那个创作 那 他的画室里面 他的画架大概有 这个大概三到四个画架 同时进行 他通常都是喜欢用一到两 一张大的画 大概有五十号到一百号 不等的那么大的画 作为主打 然后其他的呢 大概十号十五号 二十号三十号等等 小品的画架也在旁边 那个呢 是他在画 敬物等于是 有点消遣的味道 调剂用的 好 那 我觉得他不同的时期 都在观照这个社会 我觉得他是 前辈画家当中 极少数 就是说这么的 关怀社会的 这一点 很值得敬佩 那当年这个 台湾光复大概 一直到台湾光复大概十年左右 他画那个大将军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或市场口这种东西 就是有点反讽的味道 那么 这是何等的 慈悲的艺术 艺术家对社会的这种关怀 可是后来他 这级战过了以后 他在做一些抽象化的实验 他还很强调实验 他是非常认真的 在画面上 研究色彩空间 什么明暗 什么 非常专严 那 他对于这些东西的敏感的程度 是 我们一般人是 不可能够得到的 因为 他非常敏锐 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年纪稍大 可能体力也比较有限 他开始画小品 同时呢 可能那个时候 他的人生也走上一个比较平缓 甚至一个比较幸福的一种境界 所以他这个人生观 也慢慢的就比较缓和一点 画一些花 风景 休闲等等 在美国 在他小孩那里 这个 这个 读过很长一段时间 画了不少美国的一些景 这样子 那 我觉得最重要 综合起来就是说 这位画家他是忠于自己的 他完全无视于现在 现在潮流在流行什么 不像很多画家是 不管是过去或现在 很多画家是很在乎现在流行什么 所以 这一点是 深深影响到我 就是说忠于自己 做自己 我认为一个艺术家 是最难的地方 英文说 做自己叫Be Yourself 没错吧 但是我要再整个精神分析的观念叫 Become Yourself 要不断的自我改造 活到老 学到老 Be Yourself 做自己 但是你要Become Yourself 要与时俱进 不断的自我改造 我想李时较先生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诉求 你看 你看他画花 各位我们说文艺复兴的花源地 就是意大利的佛伦师 佛伦师 他的拉丁字就是flower 就是花的意思 所以意大利话不换作活人师 叫Francher 所以徐志摩先生说 回冷脆的一页 回冷脆 是他用意大利发音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直接到 这个新北市艺文中心 李时较先生的发展 生命的旋律 这是他的画册 大部分四百图 四百图大部分在里面 我刚才有所感 你看他画那个蒋介石的 让我想起 以前那个台大哲学系教授 他当然不是画 他画家他的狗 那只狗叫做领袖 他叫领袖 领袖 那个狗就好来 你看每个哲学家或画家 他在不同方式在讽刺石正 请看来这张画 这个领袖这张站 让我想起这个 实在印海光说 这个就领袖 你看 而且一只眼睛黑白 黑白龙君 你看 布袋黑白龙君 应该是画 应该是白内障吧 就是盲目的野心 最后是不是各位 各以一句话好不好 来一两分钟呼吁说 我们怎么透过像李时乔先生 林毅山先生 陈仁波先生 杨沙南先生 李梅树先生等 太多太多的 洪洛林先生 我们怎么透过他们的传承 来建构 当代台湾人的美学 我们的艺术观 是不是请各位 来轮次来介绍 先请这个邵兄 总监请 这是李时乔老师的画册 我们可以在李时乔老师的画册里面 看到他绘画是关于人 关于这块土地 关于这个社会 他记录了时代 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 李时乔老师无师的把他身边所保存的四百多幅作品 捐赠给他所成立的李时乔美术馆 请问现在这现实在哪里 李时乔先生美术馆 李时乔美术馆在忠孝东路的阿波罗大厦里面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有感而发的是 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 更多的企业或更多有能力的人 他愿意发这样的善心 为台湾的美术保留一个好的居所 因为对于前辈数家而言 这样的是他无师的一个善心 可是对于美术的保存 跟美术的推广 他需要更多人 更多对文化有心的人 一起去努力 好 师平教授请 作为一个传承者 推广者 台湾美术 当代台湾美术史的建构者 你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李时乔老师 他一生有很多重要的这种 一种实践的一种目标 还有概念 他曾经提出 绘画是社会的反应 然后他认为美术跟文化 应该属于群众 那么光这两点就可以知道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的目的并不是只是满足 自己的一种绘画创作的喜好 也不是为了要得奖 他已经得太多奖 所以我们可以说 钟祺一生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 建构一个具有民族主义 内涵的现代文化 那么包括民主 包括自由 开放平等 种种的人类普世的价值 在他这样从一个 一个历经不同政治统治的 一个人的艺术家身上 我们看到 这是我觉得这是 他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种精神指标 好 李时乔先生 80多岁 将近90岁历程 已经经过 就是台湾美术史 台湾美术运动史 也是台湾史的缩影 作为他的敌传 质地 能否引用法国一位历史家说 不是我在说 是历史在说 如果李时乔先生 透过他的画笔 透过配画 对我们台湾人说什么 能不能帮我们解析 请 我觉得李时乔老师 他横跨两个时代 我认为他很值得 我们后背学习的地方是 第一个 真情流露 他的情感是丰富的 虽然他外表是 木讷冷漠 但是他其实他是 非常有丰富的情感的人 那么他的画 是他的真情的一种展现 他关心什么 他在乎什么 他就画什么 我很欣赏他 保有那个乡村子弟 那种朴质的那种风格 还有就是 他的毅力也是惊人 我觉得身为后辈的 这个艺术工作者 真的要跟他学习 他那种毅力 他曾经跟我讲过 他说 还不止一次 他跟我讲过说 有人找他去做生意赚钱 或做什么工作赚钱 邀他 他会想一想说 假设这个钱我不赚的话 会不会怎样 所以会不会怎样的意思 就是说明天 也没有饭可以吃 小孩注册费 也没有有的缴 他担心是这个 假设想一想说 还好 好像不会有这个问题的话 他就不做了 这样子的一种 忠于艺术 然后不为民不为立的精神 是我们后辈该学习的 这就是李梅树前辈 不管陈成波 林玉山 李时桥 李梅树 包括杨山 等等 太多洪瑞玲 彭瑞玲先生 等等 李火真先生 等等 他们留给我们是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 价值跟信仰 我希望大家 就像康德说的 要以世界史的观点 关照问题 全球的观点 李时桥先生 展现的是世界史的观点 束缚之心 以臣待人 真诚地对待别人 留下记录 我特别推荐大家 要了解文艺复兴 一定要从 不同的观点切入 了解艺术也一样 这本书叫做 欧洲霸权之前 也就是同时代 当文艺复兴开启的时候 我们总要看待这个世界 总要看待这个时代 这个 就是1250到1350 这100年 也正是文艺复兴启蒙期 我希望 我们这一段 不正是台湾文艺复兴的 启蒙期一样吗 这本书作为延伸阅读之用 这本书荣获1990年 美国社会学的 杰出贡献奖 这本书精彩分成 视野堪比 布莱特 瓦勒斯坦等大家 也就是作者 如格获得强调 从杭州 中国杭州到 步鲁日 广阔的世界 具有共同的商业 跟基础世界观点 其实质分析 驱使我们反思 对现代世界体系的 欧洲中心论的解释 我们何尝不是从 台湾观点来重新全球吧 重新全球世界体系吗 以全世界的观点 来关照台湾 包括美术运动署 感谢三位 给我们让李慈娇先生 今天回来了 谢谢 我们下期见